到底我们该不该在下班的时候回你们的讯息呢 假日跟下班的时候都不要再找我了 我们就是要休息 为什么他们就无法找到工作的乐趣 而一定要把工作当作是个苦差事 所以多做一分钟都不愿意 加班都不愿意 请主管们千万相信年轻时代需要feel 我可以找我有兴趣 但我一定要开心 而且不要忘了五个字 年轻人会跟感觉走 大家好我是杨玛丽 那今天的播出时间呢 已经是农历七天年假过后 上班第一天 你铁定今天上班了有一点辛苦 我心里还要调试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属于我们新村特别节目 所以我们这一周一到五呢 全部都打破我们平常节目的惯例 不是一周一主题 几乎就是一天一个主题 来跟各位分享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话题 那么今天呢 邀请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贵宾呢 是过去2023年 我们所有的集数里头 可以堪称最受欢迎的前五名 尤其是在Spotify的平台呢 我们去年邀请这位贵宾来的 那一个单集呢 是在第185周第五集 各位听众有兴趣可以再去回听那一集 那一集呢 我们谈的主题是谈世代沟通 那我们的受访贵宾呢 是泽育管理顾问公司的创办人 这个李和犬李老师 那他过去呢 也写了一本畅销书 那本书的书名呢 你一听大概不会忘记 叫别逼猫啃狗骨头 那这里的猫是指猫世代的员工 是指贩子比较年轻世代的员工 比较独立自主 有猫型的人格 那狗呢 这是指比较现在中高领的主管 当然主管要年纪比较大一点 他们就是狗世代 这两个猫跟狗呢 这个价值观呢 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那一集呢 这个李和犬李老师呢 就来跟我们分享 这两个世代应该要怎么沟通 或者是先彼此了解 那今天呢 我们的新春特别节目 就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嘛 既然叫特别节目 就今天的主持人就不是我了 今天的主持人 我们就邀请 坐在我旁边的李和犬李老师 来当主持人 同时呢 我们这个今天 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呢 戴着头套的呢 是代表猫 那这猫 他现在在举手 是猫世代代代表 我是狗世代的代表 那待会儿 李和犬老师会来介绍 这个猫世代代表 是怎么产生的 以及他为什么戴着头套 那所以呢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要拜托 李和犬李老师 来帮我们做主持 所以我们现在热烈的 欢迎李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 很感谢你 去年来当我们的受访者 非常受欢迎 今年这一集 也一定会是2024 最受欢迎的一集 太好了 感谢社长 社长龙年吉祥平安 所有的听众 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吉祥如意 我是李和犬 大家可以称我和犬老师 首先 很感谢社长的谬战 然后在新年度的一开始 就提到了去年表现 还不错的地方 很好 很受欢迎 那的确这也是两代之间的困扰 尤其最近过年期间 其实很有趣的是 常常在拜年的过程 也会出现 两代之间的问题 比如说年轻的一代 还不太想回 跟爸妈回老家 但老的一代会觉得 团圆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应该要有这样的做法 所以蛮有趣的 很开心今天 那今天就社长不好意思了 就由小弟见谓一下 因为听说新年要特别节目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戏话的时候 我觉得实在超厉害 就由在下来担任 今天的一个主持人 来掌握全场的座谈 能够坐在这个位置 其实真的 我爸知道很重 不然头很容易 为什么 平常我听到社长在聊的时候 就是侃侃而谈 然后凶我万有 随便问出来都是经典文章 但是今天我坐在的位置 我就很担心 不过竟然是我擅长的 尤其谈到 今天要委屈社长 跟我们小秘书 来担任两代之间 但今天大家比较好奇的是 坐在我的手边的另外一位 如果你有看到他戴着头套 当然 如果听Podcast 不一定看得到 可以想象 特别戴了一个头套的一位 小秘书 听说只有23岁 所以刚进公司没多久 没错 那今天被推派为代表 好嘞 请小秘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秘书 我去年 我2022年的时候刚毕业 今年23岁 哇哦 那真的是典型猫的代表 那听说在选出人选来担任 今天能够跟社长会谈 经过了一番角力 请问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 是比较运气不好 还是那个奋勇向前才强到这个位置 呃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是 我们当时团队在讨论的时候 然后大家 大家就是也有几个比较年轻的成员 然后就是那时候 就大家就有点在 推让这个 就是大家都说 哎这是 这是你的荣幸 这是你的荣幸 然后他推来推去以后 然后 后来我们就决定用猜拳的方式 所以是猜输的还是猜赢的 没错我就是猜赢的那一位 猜赢的 我是猜赢的那一位 特别要强调 那这样的话 社长这样的猫型不够明显 他要说他猜输 猜赢表示 他还有犬型的灵魂 知道怎么样讲 在今天的访谈之后 还能生存 听说今天的名称 是一个犬猫世代的擂台赛 所以主持人本来我被赋予 是要求要有些火花 可是我认识我们都知道 我本身是一个温柔顿厚 跟外形截然不同的人 过年期间嘛 就跟大家开个小玩笑 请大家放轻松 好吧 那我们就准备来进行 第一个阶段 所以小猫咪或者小秘书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因为听说你为了保护身份 也担心大家上网搜寻 所以你就戴着 全场戴着面具 没错 我今天想要以面具来代表 猫世代立场说话 很好 好吧 那第一题我就开始了 我想第一题请两位聊聊 什么样的工作 是两位心目中认为一个 不错的好工作 好 那我就先让小猫咪 小秘书说话了 好 首先我其实这一个问题 我有搜集了很多人的回答 包括我们目前在我们团队的实习生 比我更加年轻正值大学生的 这些实习生的价值观 然后首先 其实第一点我们不约儿童的 就是可能大家会很意外 其实我们第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对我们来说好的工作 其实是能够学习到新的东西的工作 就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工作是 可能就是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 然后好像我们就必须只能做这件事情 我们还想要在工作中学习到更多 这是第一点 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 当然就是薪水 逃离不开的就是薪水 毕竟大家上班就是为了 就是有一份好的薪水嘛 然后再来第三个是 但其实我们比较希望是 我们工作环境是一个开放 就是能够上下很自由的沟通 不是说今天你一个口令我一个动作 而是说我们可以彼此很开放性的交流 然后如果我有什么想法 我就可以马上说 甚至我平常在工作中 我可以跟我的主管我的伙伴聊聊天 这种轻松的气氛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好的工作 蛮重要一点 那最后一点就是 我们觉得有一个完善的新人培训制度 就是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毕竟身为学生 如果刚入职场 是第一份工作的话 就是这身份的转换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转变 那如果一份好的工作 并没有提供我们就是一个 能够快速转换的一个环境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完善的培训制度 让我们从学生的身份 变成新鲜人的身份 所以我们如果这是一份好的工作 我们期待就是他能给予我们 身份上的转变这样子 对对对 哇我讲得非常直接 果然是年轻人 一点都没有拖泥带水 想到什么就讲出来 所以你总共 小秘书总共讲四点 第一点就是学习 没错 第二点就是薪水 没错 第三点就是环境 没错 第四点就是培训 没错 哇 这果然非常的直接 好 那在何秀老师给comment之前 我们先听听看老一辈的说法 听到对 那先跳出来 在你心目中 我们心目中您认为的好工作 是 就是说他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就核对 因为我自己有写note的答案 那只有一个是一样的 第一个就是说可以学习 就是当你问一个开放题说 你心目中的好工作是什么时候 当然我也一定会要学得到东西 不过我要comment他刚刚讲的说 我不要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 我要comment这个 我的想法是每天做同样的事情 不代表不能学习 因为很多事情是你要一直做 重复的做 以前不是说你要做一万个小时 两万个小时 你就可以变达人吗 不是每天换新的工作 才叫做学习 才叫做有新鲜感 你同样一个事情 深入做就像我一辈子 在做采访写稿 我每天还是很enjoy 采访写稿 那个因为你同样的事情 持续做 你会做到精 做到通 做到达 所以我是要 就是补充我的想法 说不是每天做同样的事情 就不是学习 所以我的补充这个 那我当我看到反刚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我要一份好工作 一定要符合我的兴趣 符合我的天分 事实上我不是念新闻工作 不是从小立志要做新闻的 所以很多从小立志要做新闻的 很多新闻人都是念的 比如说大学的时候 就会念新闻 念传播 进入政大新闻 我不是 我一路考上了台大外文系 我是一个乡下孩子 考上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那接下来呢 我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考上了第一次院 那个年代 我念台大外文系 是第一次院考进去的 然后发现说 那接下来我不知道是 要做什么 我的工作要做什么 所以我就看了很多 就是有长辈提醒我 说你要看社论 就是每天就看联合报 那个年代联合报 中国时报 都是很棒的人在写社论 一天到晚在批评大学生 叫做幼稚园大学生 就是说 就是你没有想法嘛 你就一路读书上来 那你这辈子要干嘛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那个年代 有志之士 就常常在提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花了很多时间 摸索我的信像 其实我在念大学 就要摸索我的信像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了 我要做新闻工作 我要做记者 那后来我就如愿记者 因为那个年代 要做记者不容易 因为报警 我只要晚一年毕业就 晚一年 报警就开放了 新闻就开放 但是我毕业那一年 要做记者 要做记者是 每一个报纸的名额 都是一个两个 电视台都是一个两个 我是在那个年代 进入新闻界的 所以当我进入新闻界 很挫败的时候 我就还可以撑下来 就是因为我知道 这是我的兴趣 所以我觉得 一份好工作 薪水 我的世代 或者是我也不能代表 我的时代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薪水从来没有 没有在我的考虑之内 我是考虑的是 我想要做什么工作 那个是我最有兴趣 另外就有兴趣 还要有天赋 就是因为你有兴趣 所以你不会觉得 工作很苦 接下来我们会谈说 工作好苦 因为你有做 是有兴趣的工作 所以你就算 做时间比别人长 就算国定假日 新春过年 你在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 都不会觉得很苦 因为你觉得你是有兴趣 所以我是这样一路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 一份好工作 最大的条件 要素就是 你要找到你的兴趣 然后你也确定说 你是有天赋 做这个兴趣 为什么要有天赋呢 因为你不会说 我做这个很差 我偏要把它当作我的志向 那你就是怎么做 都做不到行业顶尖 那你就很难 做出成就感 所以你还是兴趣 要搭配你的天赋 你有这一方面的天赋 那相信我年轻人 只要你 这两个条件 薪水都会跟着来 薪水都会跟着来 你不要老是期望 你的环境 提供你这个 提供我优渥的培训 提供我优渥的薪水 你要先看看 你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然后你 你如果可以找到 你的兴趣跟天赋 你自然 你就会自己去训练你自己 你不用等待别人 来训练你 所以我刚刚听到 我们这个 猫世代代表 我又要开始 这个用长辈的身份 对 所以各位听众很明显的 可以发现 选世代跟猫世代在发言 就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猫世代很率直 很直接讲到他的想法 选世代 你还要批评一下 我克制一下 不要批评 今天当然 因为虽然是擂台 晚一点 我们还有其他的火花 但是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 我当然也可以说 我们这个世代 或者我刚刚这样讲 我只是在探索自己的兴趣 我都没有去研究 那新闻工作薪水好不好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想到 去了解一下 那新闻工作 当然薪水比不上很多行业 比不上金融业 比不上科技业 所以我后来 做新闻工作以后 去接受一些培训 比如说卡内基的培训 常常会碰到保险业务员 很莫名其妙 他们保险业务员的 这个主管干部 常常要吸收我 去做保险业务 他们都跟我说 你只要做个十年 二十年 你就可以移民加拿大 你就可以移民加拿大 因为你就 然后你工作期间的保单 你还可以以后 让你的小孩继承 但是我都不为所动 所动 就是薪水是很高 然后也是一个很神圣的行业 要帮助很多人保险 可是我的兴趣 我已经很早就找到了 所以我完全也不会因为 哪一个行业钱多 或者我在这里工作很辛苦 或者遇到一些挫折 我就换行业 所以这也是我幸运的地方 因为我一直做的是 我很喜欢的工作 其实两代之间 各位听众就会发现 我常讲 两代之间的工作目的 差非常多 比如老一辈目的 当然马力社长是少数的例外 他可能不见到养家活口 可是领当时的一份薪水 其实基本上在当时的台湾 应该是足够的 所以以前老一辈为了养家活口 再加上兴趣 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猫行丝带 你可以听得出更多 是实现自我 所以为什么他讲到一半 你发现犬行就立刻出来 学习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可是你要学习 对未来有帮助的 还有要参考兴趣 不过这边我也帮猫行 说一句话 玛丽姐 当时台湾的工作 可选择性少 而且相对值是还不错的 我倒选到一份 他们很容易 我们很容易就会投入 年轻时代 现在可选择性 假设当时我们360行 现在可能是 1000行 可能更多 他们可以自己创业 可能是3600或36000行 他们在选择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可选择性多 所以他们在投入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刚才讲了 一两句话 我很担心 下面我们就听 现在你会围剿我是吗 他就说 你们这些老都不知道 现在你们当初 你那个薪水 是因为以前东西便宜 所以你们都把便宜的房子买走了 我们现在买不起 我们只能做自己 小猫咪不要一直点头 会觉得很难过 年轻时代他们底下的留言 就两边很好玩 老一辈我很赞同 我马力社长讲的 你真的要为了自己想做的事而奋斗 可是现在更多年轻人是 当你问他说你想做什么 待会您可以问看看他 现在是因为小秘书 小猫咪已经进来了 我们远见 更多的还在学习 对 刚刚讲那一段 我们猫世代有什么feedback 找到兴趣不重要吗 年轻人 你觉得社长刚刚讲的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找到兴趣 当然很重要 但是这个兴趣呢 因为毕竟现在的兴趣 其实分很多种 就是你可以在工作上 你不只在工作上 找到你的兴趣 你还有其他更多的兴趣 可以去探索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我觉得 现在普遍的年轻人 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就算念完大学 我也不确定 我想要做什么 的确蛮多 对没错 那他们只能先选择 一份工作进去以后 去摸索自己想做什么 那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 我刚刚的疑问 就是 我能不能从这份工作 学到新的东西 当然或许说 这份工作 并不是我的兴趣 但是我起码 如果能在这份工作中 学习到新的东西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毕竟我的目的是 为了让我自己 变得更好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然后就像刚刚 何轩老师说的 就是毕竟当时的 之前的年代来说 生活物价的水平 稍微 不是像现在 不是那么贵 就像我们这一辈 常常说的 就是 你可以说的更直接一点 没关系 我们没有 我们买房 这种事情 根本不在我们 考虑范围之内 因为根本就买不起 我现在的薪水 我现在往前看 如果说现在的房价 已经这么贵 那我十年后 二十年后 我房价一定更贵 那我的薪水 就算上涨 也不可能比我房价 上涨的速度还快 所以 以我爸妈来说 就算他们买的薪房子 但我们这一辈来说 我们这一辈就是 就是租房的时代 所以我们根本就 不会考虑说 买房这个问题 那我们不如把这些钱 投资在我们自己身上 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能够 投资自己 或者是说 我能够去买 我喜欢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 这个反而是 比较重要的事情 是许多猫型习惯 把钱变成喜欢的样子 没错 好 那关于这一点 车长刚才 好像有忍不住的感觉 不是 所谓的兴趣 要把它区分 就是说我工作 我的职业的兴趣 那是一种兴趣 跟说我喜欢看店 我喜欢爬山 我喜欢音乐 我喜欢去party 我喜欢 那个是属于工作以外的兴趣 那我们也有 我们这个时代的乐趣 我们也喜欢旅游 喜欢吃美食 喜欢看店 这个年轻人喜欢的 我们也是会花时间去做 但是那个是 下班后的是 工作以外的兴趣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谈的是 工作的兴趣 我写过年轻人的五个F 刚才小猫咪讲 几乎就中了三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feel跟氛围 就跟他们的环境有关 他希望工作能够愉快 而且可选择性多 他们很难专心 其实第二个是future 他其实为什么 为什么学习跟训练 跟换工作 我记得上是在 来的时候有分享 现在年轻时代 希望两年到三年 就换一个不同的 因为现在可选择性多 太多 以前我们 市长刚讲的这么久 零这么多年 只被一两项工作给诱惑 比如说保险 可是他们现在 随时随地都在被诱惑 就可能交个私讯说 你表现不错 要不要来我的公司 他们必须每天跟欲望 还有被这些 诱因的拉扯而战 那是因为没有找到兴趣吗 何确老师 我觉得兴趣 市长刚刚讲的很好 是有专业上的兴趣 跟专业外的兴趣 现在年轻人的确 我是说专业上的兴趣 就是我锁定了什么行业 或什么领域 是我要专攻的 这个是不是因为没有找到 所以他就会为了 三千块五千块加薪 就跳槽 有一种可能 对 我们听听看猫怎么说 小宝命你觉得 专业上的兴趣 你进来这一年多两年 有没有发现到 对我们来说 其实兴趣 工作上的兴趣很重要 但是这份兴趣 其实不一定会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还是有很多 让你愿意维系永久 没错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可能 有兴趣的东西很多 就像我 其实我看到现在 很多年轻人 其实他还是有在公司上班 对 但他同时也有在做他的副业 他的副业是可能当IG的博主 或者是说当YouTuber 所以其实我们兴趣 工作上的兴趣 我们并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小宝命的意思是说 下了班之后 像以前我们犬行 是没有太多的诱惑 我们可能只能看书 但对猫行来讲 有太多各类型的 可能让你感觉到 会有对这块 有兴趣的事物 正在吸引你 对 然后我们很希望 我们的人生是 各种可能性的 就是我不一定 一定要长期在 这一份领域 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可能会在 别的领域 也找到我喜欢的事物 那这个工作 会不会其实 也是我另外一份可能 好我们回来请教社长 就对于这种所谓的 以前的专业性 或是从头到尾的兴趣 现在可能变成一种 多元性的兴趣 或是不受限的兴趣 社长怎么看 我觉得斜杠的能力 是OK的 没有问题 现在只是说 我觉得 如果你要把一份 假设你现在锁定了 一个行业 一个职业 它又是一个专业职业 我觉得 还要把它做到最出色 大概就耗费 它所有的经历 大概没有办法再去 做第二分工 做第三分工 那有办法做第二分 第三分工 表示说他白天的工作 还可能是属于 没有负责很重要的职位 他可能还是比较低阶 或中阶 他反正没有耗尽 他所有的力气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他才有能力 再去做第二分 再去做第三分 我是不反对斜杠 我只是说 可能要讨论是说 他还有能力去做斜杠 是不是因为他 没有一份 没有一个专业的职位 是他真正 是最大的兴趣 他要往那方面去发展 那可能有这个可能 有可能 其实社长 我觉得两位说得很好 来我简单的 做个小结一下 其实未来的专业 会分两种 一种是顶尖式的专业 一种是多元式的专业 顶尖式的专业 走的就是社长的 这种选行路线 我选择一份 还不错的工作 所谓的顶尖 其实我常讲 要设法在这个业界 成为前百分之五 要成为前百分之五 他就出现不可被取代性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AI 就AI会不会取代人 答案是会 那什么样的人 不会被淘汰 在前百分之五的人 顶尖的人 就是锁定一个专业 并且发展到最强大 让其他的人 难以忘记向背 其实也就像社长 现在这样的地位 谢谢 可是慢慢的猫行发现 有很多百分之五的顶尖地位 已经被霸占 occupy 他们在被更多元的 引诱之下 他们很容易去学说 我想学一点 学一点 其实这个部分 我曾经分析过 跟小时候的选项有关 社长记不记得 当年你我小时候 假设环境不好 我没有太多东西 可以选择 当爸妈要让我们 即使要吃水果 也就是有一种可以选择 可是现在小朋友 全家摆上来 我最常听到 你要不要吃葡萄 不要 你要不要吃香蕉 不要 你要不要吃凤梨 父母会问到 几乎开水果店 而年轻世代 习惯了多元选择 而不先做主 这个是他们在 环境背景上的 经济状况的辅助 是我们犬行羡慕的 但也造成了 他们多元选 比如说 社长以前我们休闲的时候 请教社长 休闲最爱做什么 看电影啊 看书啊 看电影看书 对 社长我们只有 两三个回答 还有 社长不用再逞强 我先问一下猫 我们犬行 也想多讲一点 表示很厉害 来小猫命 下班的时候 可能会做什么事情 我会去跟朋友逛街 然后呢 我有时候也会待在家 自己打游戏 或者是说 我会去 可能会去做 就是像我朋友 他很喜欢弹钢琴 他就会去学琴 然后再来 对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 这次还不错的 那有没有更娱乐性 一点的活动 更娱乐性的 还是因为进来 我们集团球就比较没有 像我有一个同事 他也是年轻的世代 他很喜欢去演唱会 所以他常常下班的时候 他有时候必须要准时下班 因为他那个演唱会 一迟到他就进不去了 他就会被挤在最外面 去听演唱会的 去听脱口秀的 去参加夜店的 然后去看YouTube 这个我们就没兴趣的 老实讲 所以走多元专业 有可能在这一块 他就学了很多时候 慢慢的 我现在发现一个观察 有个让各位听众知道 慢慢要找到自己的顶尖专业 对现在年轻人可能要到30岁以后 甚至35 但是要不要鼓励他们找了 要 是不是应该鼓励他们 不要轻易就放弃 好像以前我小时候 爸妈会说 每个人都会习 每个人都没习 样样通 样样疏通 就是好像什么 样样稀松或样样疏 就是好像你 沾一沾一沾酱油 这个我也懂一点 那个我也懂一点 但没有一样你可能诚实 对 所以其实综合两边讲法 我觉得都没有错 年轻时代可选择性多 造成他们无法在一项事情上 很投入 因为他碰到太多 我帮他们讲一句话 他们太容易受到诱惑 我们老一辈那时候 何其有幸也不幸 可以单纯的focus在 这就好像我们在是一个 没有什么吵杂的图书馆 我可以全力念书 那现在图书馆是 旁边就是市集 就有人走来走去 卖一些小东西 他们很容易被诱惑 被影响 是非常正常的事 所以这一块就要有 很强大的定力 可惜社长你很清楚 现在年轻时代 可能有定力的 少之又少 但如果也请听到 Podcast的千万了解一下 假设上讲的是 如果你要成为 5%的顶尖 请把你的专业 学好 并且走到这个业界 一个难以忘其 上背的一个顶尖的 可是如果学习多元 如果能的话 你就往前投入 我们发现还是很多年轻的 优秀的年轻人 他投入 他投入顶尖专业 一直在 各个角落工作 我也希望将来发掘 更多这样的人 只是他可能的 比重只有 我承认可能只有 5%到10% 在年轻人里头 这样的人是比较少的 还是有 对 我希望将来 能够采访得到 那我不会鼓励说 现在 不要叫鼓励了 就是说我们线上的听众 如果有父母的 其实应该你 你希望你的小孩 为了怎样 其实你现在 要怎么养育他 灌输他 你认为的一些价值观 我想在养育的过程 就要注意 对 我提供 提供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们分成 假设大学前跟大学后 如果是年轻人 你小朋友如果还小 千万不要只让他 去做他想做的事 父母有义务提供各种 你觉得有帮助的选项 让他选择他想做的事 这个会更精准 因为如果没有任何边际 万一他走偏就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父母有义务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他父母其实就是空气日光跟水 只有这样做 做物才能做得好 好的 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么精彩的内容 原本预计有三题 但是还是有一题我非常想问的 我先补问一下 来小猫咪 在你心目中 你觉得什么样的主管 才是好主管 你认为的好主管有哪些特质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 有两个很重要的点 首先第一个点是 可能会比较直接 就是这个主管 我就知道你直接 对这个主管究竟能不能让我幸福 因为像是我们很多的 我的有一个朋友 他每天都会在IG上抱怨他的主管 就是他就会说 他就是个富二代 然后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都叫我们做 然后讲出来的想法都很荒唐 然后他居然是我主管 我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接受 像是这类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主管究竟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值不值得追随学习 变成幸福 你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所以常看到朋友po很多IG 没错 包含你在内 我不会 当然不会啊 玛丽姐怎么会 玛丽姐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那个不要讲场面话 我们今天都是一个真诚的 那个春节特别节目 也是真诚内心话 我错了 对这个跟广大的听众之前 好来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态度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比较希望的沟通方式是我跟你 就算你是我的主管 我们也不希望听到说你就下达一个命令 然后叫我去做 但是如果我今天对这个需要执行的事 我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我有一些反馈 甚至我有一些想要觉得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要跟你讨论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态度是很平等的在对话 并不是说因为你的职位比我高 或者是你的资历比我深 我就一定得听你这样做 因为我自己也有我的想法 那我希望我的想法回馈给你的时候 你可以给我一些回馈 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这样的feedback 只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回馈 并且这个回馈是很顺畅很平等 不夹带着很多私人情绪在里面的 因为主管有的很多主管的确很擅长运用私人情绪 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其实很不喜欢别人把情绪带入到工作里面 因为我现在只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 我这个想法 但我其实可能也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好的 我只是想提供一些意见 那你可以针对我的意见去给我一些回馈 但是这个回馈我们希望是一个很 就是很平等或者是说 很不掺杂自己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听得出来你刚才讲总有两点 其实第一点比较像是主管的实力 没错 他不是用权力压制我 他这种实力让我服气 那第二点其实是主管的一个尊重 因为尊重就会平等 不只是主管的权位而已 而他会用一种平行互动的方式 跟平行回馈的方式让你觉得 所以很多时候年轻人的确听进去的 他不想听的其实不是内容而是态度 对于这一点是你的想法 这两点是比较明确的对不对 没错这是我最重要的两点 好那我就回来请教社长 请问在您心目中您带了这么多年的主管 一定心目中也有好员工 那您对好员工您认为有几个 哪两三个比较明确的特质 对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感 就是我们交代他的事情 他觉得他自己有责任 最好是超前 最起码就是准时 但是很多现在比较年轻的同事 是会摆烂的 他常常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你 有什么trouble 所以我不能够如实的deliver 我举一个例子以前 我带过一个记者 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是月刊 月刊事实上给记者的工作 其实蛮长的 现在给他一个题目 他这中间我问他还好吗 他说我在进行中 还好吗我在进行中 然后结稿两天 他就说这期稿子无法交 因为我约不到那个人访问 我约不到谁谁谁访问 那这种事情很常见 所以一次两次之后 这个记者我就把他叫进来 严厉的说你不可以这样 那现在这个世代是这样 当你准备要骂人 批评人 你就好心理准备 他明天就会提辞诚 那的确 不是明天就下礼拜 下午就提辞诚 所以我们要批评同事之前 都要先做好备案 他会离职 但是就是不能当责 这是我觉得最受不了 因为你最起码的任务 你要责任感 那其他就是 刚刚有提到 他提到的是说 主管要有开放的态度 那同事也不要 我也很不喜欢同事 斤斤计较 一天到晚抱怨 抱怨东抱怨西 这样子 然后私心 因为很多年轻同事 也是有私心的 我跟这个比较好 我就帮他一点 我跟那个人看着不喜欢 讨厌我就排挤他 会排挤其他同事 就搞小圈圈 那就心胸很狭窄 像我是 同事如果知道 我就知道 我几乎 我不跟任何同事私下吃饭 我就不要让同事以为我跟谁 比较好 为什么 为什么玛丽姐跟他吃饭 不跟我吃饭 对对对 或者是他都走 那个人 甚至会排挤那个同事 所以他都很喜欢走这种路线 对抱大腿路线 对抱他腿路线 也是保护所有的员工 所以我都是一个人吃饭 您可以找我 没关系 我也是这样 下次长了 全老师 我来请您吃饭 所以也希望同事 不要搞小圈圈 心胸要宽大一点 所以玛丽社长也讲了 也讲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负责 跟当者的一个心态 第二个就是本身可能要正面 不要太常去抱怨 那第三个就是 他会希望 能够在 把自己的分内工作要做好 至少不管是超前也好 好 对于这一点 我想请教一下两边 对两 对方所提出的这个 觉得自己有没有具备 我觉得我有 果然是小猫咪 没有跟我听我说 就是你的同梯的 有没有常常不当者 我们先这样问 你觉得你这样子 有 你觉得在你的表现当中 有哪一两点符合刚才 社长所讲到的那个点 讲得更清楚 让我们知道一下 我觉得首先第二点 我觉得我看事情都很正面 怎么说 应该说我从同事得到的反馈 就是如果他们也能像我一样 每天这么开心就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做的 所以你听到很多同事的反馈 是不见得那么开心的 对 难免会有 难免会有 例如像什么 可能他们工作到 就是有时候不免 还是要加班 那当然可能七点半八点的时候 他们还是看到我很快乐的 在那边晃来晃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孟涵 我好羡慕你 现在还能这么开心 你讲出你的名字了 社长对于这样子 小秘书的观察有什么 他刚刚讲的那两点 我都 我觉得 很OK 很合理 就是主管 第一要有心胸 要有心胸 要有心胸 主管要有实力 这是理所当然 那有些人就是 这个社会 有些人就是 富二代啊 或者是 权贵的二代 或者是他 有走其他路数 爬上去的 这个我们也控制不了 有些人搞权谋啊 陷害别人 这个我们在职场久了 这种人也很多 没有实力而爬上 那个高位的人 也很多 所以如果你碰到 这种主管 你可能就要 想办法离开他 对 如果给年轻人的建议 就想办法离开他 或者你可以 绕过他 还是可以得到 自己的成长跟发展 就只能这样 但是没有实力的主管 的确非常多 对 你社长的观察 有资格这么说 的确 我最近在很多企业分享 都说 主管抓到的位置 其实要有两样东西 一样就是专业的能力 可是90%的主管 都靠专业能力 抓到位置 其实另外一块 就是你的管理能力 跟实力 那这个管理能力 就是让同仁心甘情愿 跟福气的 做事的能力 所以很明显的发现 在小秘书也觉得 社长师也具备有这样子 你所讲的第一点 这个条件 没错 所以你会愿意 心甘情愿的跟随他 没错 的确在第二点的态度上 当主管 其实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职称不重要 重要的是秤职 所以做到任何位置的 职身 都不困难 我随便都可以是 董事长总经理 在我们这边听众 也非常多高水准以上 但请相信 您能让底下福气的 其实真的不是 您的职称 而是您愿不愿 尊重平等的 称职的去 把它当做一个 年轻人虽然有很多缺点 但能不能看出 它的优点 可是同样的 今天如果在 Podcast有很多 年轻的听众 我也希望你听听看 老一辈的想法是这样 无论如何 我如果想学一块 很棒的专业 老一辈会是给我 一个很强大的能量 跟支持的动力 这个时候 我应该只看老一辈 或者是 公司上给我的好 你可不可以抱怨 可以 你可不可以 觉得想跳槽 可以 可是你就失去了 让自己变成一个 顶尖专业的机会 OK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话 就是狗世代 听我说 好那这一话 就是主要由年轻人来提问 来问一下 我们社长 由社长来回答一些 年轻人的提问 那到底该有狗 还是冒险 为我们还是 习惯尊重年轻人 所以让年轻人 先说说看 所以请 还是在提醒小秘书 不要太客气 没问题 想什么就说出来 来吧 请进行 因为你听说 你等了三年 才等到进行 没有 千万不要客气 因为平常没有一些 公然运用的机会 好像社长这样的位阶 要听你说话不容易 真的 好来吧 把握一下 来请提问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相信是所有年轻人 都很想要 问自己的主管 自己的老板 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下班后 还要在工作群组 at大家 或者是take大家 或者是交代一些事情 到底我们该不该 在下班的时候 回你们的讯息呢 如果不回的话 会不会又有一些 不负面的评价呢 那我们其实很希望 就是假日跟下班的时候 都不要再找我了 我们就是要休息 好 这个题目其实问得很好 就在我的了解当中 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都很在意这一点 其实 其实 全社代答案 大概就那样 可是我们还是要听听看 社长怎么说 会是怎样 好 因为我觉得 那个年轻世代 或者是说 他们可能很难理解 说主管的工作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光是上班下班的时间 他可能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他上班的时候 是来不及盯完的 来不及了解完的 比如说一共有 像我可能二三十样事情 我上班只能问到十五样 剩下五样 进度在哪里 还不知道 然后要请他改进的地方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 所以只好 礼拜六礼拜天一早起来 会再想一下 就自然会到你的脑海里 这件事情我忘了跟谁谁说 那件事情我忘了跟谁谁说 所以我记起来的时候 我就直接act了 所以某某某 这件事情你进度怎样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是那么白目的主管 我们会知道说同事可能下班 他就有看到 他也故意不给你回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他有读还是没读 几个人读 然后其实他没回 我们都很忍耐 我已经交代出去了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有 我应该要告诉他 因为我漏掉 我上个礼拜上班 太忙了 因为其实员工不理解 主管有多辛苦 主管要负责的事情 有多么的多样 所以如果我会说 如果年轻人 你如果假日收到主管的信 表示说他真的 事情忙太多了 他忙不完 然后如果你愿意回 我们会把你寄个加号 就是说这个同事 内心加个加号 内心加个加 不是 就是会觉得这个同事 还是跟我们比较贴心一点 还是比较 他至少你活一下 让主管安心一下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有做 我做到什么 你活一下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但是我们现在 我也很忍耐 就是等 但是像上班的时候 我希望他第一次要回给我 对上班的时候 那如果这个员工会 假日还愿意回归我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 比较贴心的 比较尽责的 比较负责任的 工作有一点比较上心的 如果他不回 我真的会觉得 这个员工真的就很计较 很精进计较 那一两分钟 因为我也不相信 他24小时 真的有那么 所以我帮你厘清一下 你的意思是 你只是 其实主要tag对方 是因为你想到这件事 忘了跟他说 对 但是其实内心并没有 期待他一定非回不可 但如果有回会加分 每回也不见得会扣分 每回我当然会 长久的话 会觉得这个员工 不可能 就会有些不同的评价 虽然 他太计较了 我会觉得他太计较了 他更计较 他就告诉你 我回的时候是加班时间 一劳息法 你还要给我加班 对 是 所以这样违反劳息法 有可能 如果他那么计较的话 就是啊 先不用冲动 没关系 我们先听听看 我们要火花 对 要火花 虽然很生气 所以针对这个 来小猫咪 对于刚才 虽然的回答 你有什么样的 你听进来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想怎么回应社长 因为我们是期待 能够把 我们自己是很期待 能够把工作 跟生活分开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 普遍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工作的时候 我就好好工作 然后但是我下班的时候 我就要享受 我下班的时间 但如果这时候 跳出一个讯息 然后就会很焦虑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回 但是我现在真的很不想回 那这件事情 究竟急不急 其实他好像也不是 一件很急的事 那我可以不要回吗 那他就会一直在那边 就是他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让我没办法 享受我的下班生活 应该是这样说 这种人的确越来越多 社长我先插个话 我发现 我也在调查年轻时代 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 如果像小猫咪刚刚这样回答 基本上他是好员工 为什么 他会在意 因为更多的员工是当作没看到 或干脆在下班的时候 就把他 提醒全部关掉 就把他提醒全部关掉 连那个预览都看不到 所以刚刚小猫说的想法是 他的想法 他希望能看 可是又怕看了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他还做不到自己 看了之后能够不影响心情 那对社长的想法是 你就看了 把他回掉不就结束了吗 那如果对于这一点 你觉得呢 如果只要花个两三分钟 回一下就没事了 你觉得呢 小猫咪 但是怎么这样 怎么说呢 但是就是有点像 你在享受一个电影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在旁边 一直手机一直响 然后你很想 你就是你 忍不住 忍不住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想法说 为什么不能让我好好享受这场电影 结束以后再讲 明明就已经 只有两天的周末时间了 为什么不等礼拜一再说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这样的想法冒出来 对 那对于社长您觉得这样的回应 没有 他也可以不回嘛 就是说他可以不回啊 但是他在主管的心中 就会觉得这个同事 可能就太计较了 计较 我这个周末 有很长的时间在休息 回个一两分钟 他都不愿意 就是不是很体贴 或者是很计较 他可能就会在主管的心中 留下这样的印象嘛 那他是有可以不回的 因为也没有那么紧急嘛 但是对主管来讲 他就会担心 你不回主管会担心 到底这件事情的进度是怎样 那更好的方式 那你既然如果你不要员工 不要主管吵你 你就是礼拜五下班前 主动回报你的工作进度 或许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你不希望 你可能 不希望被打扰 就是你要站在主管的角度去想 他可能会在意 我哪些事情 有做没做 进度如何 你主动回报嘛 那你主管 如果你已经主动回报了 他还要 就不会来问你嘛 我已经先告诉你 我已经做八成了 按照目标就是做八成 我已经做八成 你叫我联络谁 我已经联络好了 已经约在什么时候 不然他会想说 那下礼拜的约到底 有没有排成啊 你也没告诉我啊 可是我很担心啊 因为 所以你要 如果他没有一点同理性 然后说主管的焦虑的事情 你是没有让他放心 所以他才要来问你嘛 对不对 所以 综合两边 我提供一下 目前我在很多企业的解法 就是 的确 因为我自己念法律 的确依法 很多年轻人会主张说 下了班之后的相关工作 那的确有类似的判决出现 所以对老一辈来说 怎么不愿意 从责任感的角度 去完全看完 但是 我也帮年轻人讲个观点 过去的当者 指的是 当然愿意为公司负责 或当人不让责无旁贷 这个犬行 世代的 完全以公司为家的这个观点 目前正在消弭中 更多的年轻人觉得 公司其实是你的 不是我的 钱是你在赚 不是我在赚的 你又平平点头了 这样的很明显 那公司下了班就是我的时间 他们会将这两边分得很开 因为我们老一辈 只要有了工作跟成就感 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全部 可年轻一代他觉得除了工作以外 我还有其他的生活 因为他们的从小到大 已经习惯了某些 自己个人过得还不错的生活 他们不见得愿意全力去帮家庭 年轻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帮家庭思考的习惯 长大 他也很少有帮公司思考的习惯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年轻世代的下了班 其实我后来 我曾经找过一个解法 就是 像比如说像我公司的同事 还有两只手机 一只就是公用 一只是私用 只要是下班或六日 我跟他先达成个默契 就是我所有的工作都发公司手机 你有权利不看 但如果你愿意看 我会很开心 就是刚世郎讲的 如果你不好 我会很开心 所以六日跟下班 你有权利不看 但是能不能接受一件事 如果真的很急的 小旁咪 我有可能发你个人的手机 你让我发给你一下 但是这个东西 你就帮我回一下 那如果是少数的例外 只要双方能达成一致 因为最主要是 斗心甘情愿嘛 所以目前我现在处理 这样的方式还不错 假如我想到的 因为老一辈的 忍不住想到 是没有办法不说的 这个我想在座 也只有我能同理 玛丽姐的心情 因为我们年龄最接近 所以我一定要说 可是那我去发贷公司手机 或者是这样 那这个方法就很容易可以隔开 不过也提醒 假设Podcast前面 或者小猫咪 犬行世代有个习惯 他的内心会有个核心圈 什么叫核心圈 最内圈的人 如果是员工A 再会出现员工B 再会出现员工C 再老板也是人 所以老板很容易把员工 分成ABC的位阶 其实刚刚玛丽姐讲的就是 如果你常常 每次看到就回我 那不管你愿不愿意 他愿意回我 我就会觉得你是个非常棒 我值得花心思 提拔你的部署 可是如果你慢慢不回我 你就会自动的 向核心圈外远走 再说听到这个观念 都不要生气 我们可以踏伐别人 为什么这样子想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 你我内心都有个核心圈 都会有个核心圈内的人 那就我最在意的 我觉得最在意的 一定随时会 对啊 所以有时候老板会有一点点小私心 这个小猫咪 你们也不要生气 老板还是希望说 我对你真的还不错 我希望你内心 能够偶尔想起我 就想起我 就想起我的手机 看一下 这样双方就会比较 能够开心一点 OK好 这一题我们到这边 好的 接下来 在小猫咪问完之后 当然要让我们犬行 世代的代表 我玛丽社长 玛丽姐来问一下 玛丽姐 请提问 就是说 为什么猫行世代的人 永远无法体会一件事情 叫乐在工作 就他们老是把工作当做很辛苦 所以他们会形容我们叫任劳任怨 但是我 我不会觉得我任劳任怨 我在享受工作 就是 我当然不是工作狂 要求大家每天要工作 16个小时 18个小时 一到六 一到日都这样 而是有必要的时候 案子赶的时候 或者是 工作有需要 就是六日加班一下 或是晚上加班一下 我也都是很乐在工作 为什么 他们就无法找到工作的乐趣 跟工作的享受 而一定要把工作当做是个苦差事 所以多做一分钟都不愿意 加班都不愿意 然后如果老板要我加班 就凑着脸 或者说 不行 我要去听演唱会 为什么 对 你讲这不是小猫咪 是其他的同仁 对对对对 OK好 来小猫咪 对于这一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想回应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不能加班 而是他想不想做这件事情 如果这一份工 就是 这其实我觉得很看 这个工作 对于猫事代人来说 他是不是一份他喜欢的工作 如果这是一份他喜欢的工作 是一个他认同的企业的话 那其实他是愿意去加班 然后愿意去享受工作的 但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他真的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就是我只是来做这个工作 我只是来赚一份钱 我并没有想要 我并没有从这份工作 获得任何的成就感 或者是我也没有获得 我也没有对这份工作 有什么认同 所以对我们来说 如果他真的只是一份工作的话 那我今天的目的 其实就是我就是拿的这份薪水 那我的生活中 其实一定会有 比这份工作 还要更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会很期待说 我下班 我可以运用我的休闲时间 去做这一份 比工作还要更重要的事 就是我简单举个例子 可能就是这个例子 可能不是很 就是这个例子 可能会比较简单 但是他其实也是一份 一个 没关系也说说看 对对对 就是像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被交很多的报告 对 就是那不是 其实不是每一份报告 我们都很想做 对 但是当今天这一份报告 是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题材很有 就是很有想法 或者是说我们对于这个 这一堂课程 我们很有热忱 那我们其实很多人 很多大学生 其实都很愿意熬夜 甚至六月的时候 不跟同学出去吃饭 我们就是六月还来 学校图书馆讨论这份报告 我们要怎么去讲这份报告 怎么样去呈现这份报告 怎么样去把它完成得更好 其实这个工作 就有点偷换概念 但是这个有点像是工作的感觉 就是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 是我其爱的工作 如果不是的话 我当然会愿意把时间花在 呃更多喜欢的事情 像是我可能下了班 我就想去看演唱会啊 呃我可能会想去追剧啊 那这些可能都是我认为 这一他比起工作 更能带给我满足感 小猫兵说得很好 其实他的意思是 我们不是不乐在工作 而是要找出工作 值得我们乐在的当中的哪一个点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issue 就是老一辈的会认为 乐在工作室你主动应该去 找出工作当中的乐趣 可是年轻一代的马尼姐 我发现他们出现个观点 就是工作要 工作要呈现出 或让我感觉到有喜欢的样子 所以我对于这一点 马尼姐怎么看 就是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访谈的 我回答说 什么样是心目中的好工作 我就会回答说 你要找到你的兴趣 工作的兴趣 不是业余的兴趣 工作的 你要找到你想做那一行是什么 然后你有兴趣 然后你做那个行业 你会自然有心流 你会废寝忘食的 那个行业 就很像你在学校里头 某一个老师的那一门课 你特别有兴趣 那这样你就废寝忘食愿意做 然后你有天赋 可以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他就可以加班 意思是说这样 他们就愿意加班 对 问题来了 所以马尼姐说的对 他如果没这个前提 没这个前提 只是找到一份工作 如果有一份薪水 他可能就不愿意 他就当作是一份付我薪水 买我白天时间 是 但所以我们就会希望 你如果问我的意见 我就会希望每一个年轻人 你要找到你的 那一行是什么 我帮他问一个问题 找不到 以前你们老一辈 不是找不到 以前你们老一辈 只有这么十七二十行可以挑选 你就选到了 那我现在有一两千家要挑选 我要怎么选我的兴趣 这个是要花时间的 兴趣是要花时间去自我探索的 我也花了三年 对不对 我大学一进去 看情况不对了 我一定要找到 我绝对不要像一般人的讲 说来来来 来台台去去去 去美国 去美国要茫然 我是要念这个戏 还是念那个戏 念什么戏 那也是一样 以后都要面对工作 所以我是整整花了 这个我真的要讲 可以讲一两个小 就是我真正花了三年 从大一一直到大三 找了很多兴趣 我要做这个 我是真的在探索我的兴趣 不是那么容易了解自己的兴趣 所以现在 因为我也有小孩 我儿子也工作一两年 他在现在的教学环境 还比我们那个年代好 我们那个年代只有升学 会读书的人就升学 不到20%的人可以上大学 那现在是人都可以上大学 所以我们教育部 我们的教育系统 也有在发掘 就是性向测验 从小就要给孩子了解 他的性向跟兴趣在哪里 所以像我自己养小孩 我自己的小孩 我就很早 我也是在告诉他一个观点 你要找到 你最想做的那一行是什么 那他现在也在工作 我也还没进去工作之前 我也就跟他说 如果你的工作没做完 你就要自己加班 如果你的老板要你加班 你不要说你没空 而且你要高高兴的告诉他 可以的 不管是六日还是晚上 进公司之前 你就给他这个观念 所以他工作之后 他就能接受 对 他至少没有跟我顶嘴 不行啊 他至少都会说 嗯嗯 知道了 表示玛丽姐的教育的小孩 他是愿意听的 刚小猫咪也讲 他爸爸很严 他爸爸一定有讲类似的话 他愿意听吗 对 我觉得他有听一部分 所以今天才能在公司表现还不错 因为他已经代表的是 虽然有那个想法 可是他愿意投入工作的这一派 今天我们如果采访到的是 他根本没有那个想法的话 那他根本今天连来录影 都不会来 对对 他不许他想抓的事情 其实两位所讲的 也是现在 企业碰到一个很常见的状况 现在出现了大缺工时代 现在很多企业跟我讲 同学老师 我们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现在不但缺人也缺人才 所以很多主管 都还是focus在找对的人 我记得我上一期在我们 那个哈佛商业杂志也写的这篇 要怎么样找到对的人 那就是 我想提出 在 如果在 听众是属于犬行世代 请思考个点 假设我在要求猫行不断的 找兴趣的过程当中 可是他们的诱因太多了 要花 如果一个要花三年去找 他们会认为 因为我在五个f里面写到一个f是fast 他们不擅长等待跟忍耐 可是要叹我自我 很多年轻人离子不是说 我要去发现自我吗 对对对 那他们真的有在发现吗 还是只是要去吃喝玩乐 问这个问题要被出张 他们到底是要去放大价 还是真的去发现自我 发现自我不容易 年轻人习惯说这个不要 但不见得的确真的知道什么是要 他们很习惯说三句话 我常讲的离职三段三句论 我觉得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工作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觉得工作不适合我 其实都是根据 马上所讲的兴趣点出发 他们愿不愿意花那个时间跟心思 有一块来自于在学校的学习 有一块来自于家庭价值观的投入 但是我现在会提醒 所有担任老板跟负责人的一个点是 以前的主管从来没想到这件事 5%的人能够透过自己的能耐 去找出他真正有兴趣的工作 95%的人 我觉得可以由主管或前辈来设计 包装一下 我怎么帮助年轻人 找到这份工作 把中间的乐趣做linking 因为有些是 玛丽姐 有些是我们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 我知道乐趣 但我怎么样把包装之后 故意弄成可能藏宝游戏 甚至密码逃脱 让他们发现 但他们找到 以前这一块是老一辈不屑做的 老一辈觉得 其实有些时候 玛丽姐 以我们的例子不见得合适 因为毕竟我刚讲的顶尖的5% 还是社会的少数 包含我们的听众 可是除了我们这些5%以外 怎么教会我们更多的中阶主管 去让他们知道 让 因为我们自己带人 可能没有太大问题 稍微好一点 可是更多我现在碰到 妾师跟我讲 老师 我们中间主管带人 底下一直走 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固执 跟对立的情况 跟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 像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一个管道 但平常 没有太多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欢迎 如果听完 赶快来跟哈佛商业杂志联络 将来我们把这个活动 推广 让社长这边 每个企业都会来说 来大PK 那有些时候双方这样讲了 大概还有一些 对对方能接受的 好的 讨论了这么久 发现两边的确有些 给交锋的地方 不过毕竟时间 还是接近尾声 在接近尾声的这一part 我们想聊一下 两边的世代 听了对方的想法 当然还好 由于我控制得已 并没有打起来 可是一定会有一些 想对对方做最后的反馈 所以老师想请教两边 就是当你们听到对方 所讲的观点 原本不见得是自己能接受 有没有在最后觉得 还是有点吸收到 这个不同的世代 的某些观点 是我能接受的 好来做一个回馈 来请小毛明先 首先我非常认同 玛丽姐说的就是 要把兴趣 就是要把找到你的兴趣以后 把这份兴趣 做你的行业 当做你的工作去做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对我来说 因为我在做工作的这一年半 对一年半左右 然后以后我就有 渐渐接触到一些 其他领域正在做的事情 像是可能 我们的HBR 有一位主管 他正在尝试一些 社群方面 数据方面的经营 我就觉得那个蛮有趣的 然后我也有主动 跟玛丽姐提出说 我想要参与一下这部分 然后我想要知道说这部分在做什么 然后我当然就是也有参与进去以后 我实际也学到了很多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 其实我还是会愿意加班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我能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我讲了这么多 其实你本身是 也是会加班的 并不像刚才玛丽姐所说的那样 没错没错 我还是会偶尔会加班的 就是我还是愿意说 因为这份工作 就是我认为这个 因为发现了某个 你想学的兴趣 没错没错 我觉得我能学习到很多 我能收获很多 所以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很棒 好 谢谢小猫咪 来 接下来请玛丽姐分享 您刚刚听到 年轻时代讲那些 有哪些您觉得 其实可以思考跟采纳 基本上我们都尊重 那有很多也是可以理解 比如说他们希望主管的态度 不要就是top down 不要就是命令式的 一直起始 是有讨论的 那只是说跟同时 跟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分享 有时候主管真的太忙 他交代你事情 他没有空再跟你说明原因 不过还是建议主管 就是你要交代任务 如果员工不懂 你可能多加几句 多说明一下 可能员工会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以前我们是老板 下命令 command and control 下命令 我们就去执行 可是现在年轻时代 要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尤其他又觉得这样做 没有比较好 他认为怎样做比较好 那就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沟通 要不然暂时可能没问题 可是时间若久 你一直维持这样的沟通模式 这个员工可能就会很不爽 他就会离职 或者是培养老半天 他就会离职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兴趣 就是说也提醒了我们说 现在很多 其实找到兴趣 不是现在比较难 从远古时代一个人要挖掘自己的天赋 跟兴趣本来就不容易 所以我刚刚讲以我的年纪 我那个时候都花了三年时间 因为我整个大学都没有很认真在读书 我都在探索 探索我这个有兴趣吗 那个有兴趣吗 然后慢慢删去法 才觉得说新闻工作是我后来找到的 我最想做的工作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也建议年轻人 你可以找到你的兴趣跟天赋 这我觉得是第一重要 当你可以把一个行业做到最顶尖 即便你不可能像张忠某那样的有钱 你也应该可以日子过得下去 我相信是这样 因为你只要是做到行业顶尖 但是也提醒了 刚刚猫时代讲 也提醒我们 其实很多年轻人还没找到他的天赋跟天命 所以公司可能有义务 或者有必要 因为我们现在很缺人 我们现在很缺人 只要会呼吸的都要 我们协助他们 协助他们找到他们的兴趣 或者是在公司创造轮调的机会 可以培养多元职能 可以体验的机会 让他慢慢去找到他的兴趣 他哪一个职位 哪一个职能 是他最有兴趣的天赋 或许组织就要假设说 这些员工都还没找到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可能我们在组织内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机会 然后就是说 我们也很希望说年轻人可以体会到 什么叫工作的成就感 可能他们现在没有体会到这个 所以他们就真的觉得多做一分钟 就是酷刑 当他如果可以体会到工作 带给他的成就感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会去斤斤计较 我多做一分钟 假日多回一个line 或者多回一个email 他就不会那么计较 当他喜欢的时候 他就不会那么计较 这是真的 好的 感谢社长 两位其实不管在 这样子经过一个小小的激烈争吵 其实没有争吵 因为双方都一坦和气 我一直试图把火烧得更大 但是两位都非常的理智 无论如何全世代很重要的是 我想今天一成长下来 我想我还是提出刚刚那五个F 在我的别臂猫肯狗股头里面谈到 第一个 请主管们千万相信 年轻时代需要feel 第一个F他需要feel 现在对于工作的一个困难度 我可以找我有兴趣 但我一定要开心 而且不要忘了五个字 年轻人会跟感觉走 所以这个feel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未来 年轻时代对于他要的 未来的东西 他不见得先很明确 如同刚社长说的 找兴趣 以前跟现在都不容易 但是要给他一个 有feel的环境 让他有愿意继续下去投入 去挖掘兴趣 所以很多年轻时代 反而因为公司的文化 我不喜欢 反正因为主管的态度 我不喜欢 我就选择 甚至不进这公司报到 或进来待不久 那第三个就是free 年轻人对于自主性 就是说所谓自主指的是 像玛丽姐或玛丽社长 是一个少数 我觉得在业界有这么高 像我自己来录podcast 我感受到比较愿意 非常愿意放下身段 并且没有什么位阶的 我觉得可能年轻时代 会有一点感觉 不过已经比一般人淡很多了 我们刚刚在花絮的时候 小猫咪也说 他家里的长辈要求会更严格 那表示这一点 其实真的是世代差异 那第四个就是fast 年轻时代不擅长等待跟忍耐 老一辈需要去work他们 其实找对的人 各位可以看 我讲出两个观点 一个是找对的人 必须先建立给他 他能接受的环境跟氛围 第二个是与其坚持找对的人 不如找人进来把他变对 这是我更呼吁的 那只是变对的过程中 主管可能要更有耐心 我们很多犬行认为理所当然 猫行都不以为然 这个是一再发生的 可是我们有耐心觉得 想当然而言 他们没有耐心 其实有地位的主管也没有耐心 好那最后就是Fair Fair 他们希望一个平等尊重 因为最近像我最近念法律的 所以很多时候的分享 我都会比较站在 不得不站在法律的立场 因为年轻时代太常运用 然后技法来跟我们谈法条 或者是在公务员的话 就是公务员任用法 或者是服务法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们接受 所以平起平坐 跟一个平等尊重 而且比较不容易 很多企业 最近有个企业在请我研究 他们碰到很多 因为他们规模很大 很容易被 假如不让同人觉得舒服 同人就贴上霸凌的标签 而像这样子的状况越来越多 同人就上网po文 好 可是如果回到跟我们刚刚讲 让他觉得平等尊重 态度是OK的 他才会接受内容 先有好态度 才有对内容 我觉得这的确是 这世代的问题 请各位听众相信 只会继续发生 因为本来的两代 看前一代就不那么顺眼 再加上我说过 他们靠着科技 跟社群的关系 让自己的观念做大 老一辈即使你不认为 也没有用 因为回不去了 可是以前 在公司里是 以前是人求是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 高枕无忧 以止气死 讲话声音大一点 而且粗暴地对待他 那现在是世求人 我们要挑到好的同仁 越来越不容易 因为他们真的可以去做 YouTuber 可以去做 个人工作室 漂亮女生 可以去做 想做的各个不同的行业 当然男生也是 我想 这是今天讨论的 那最后 结成的欢迎所有企业 或者是在听Parket声音 如果觉得还不错 可以跟 记得跟我们 哈佛商业杂志联系 未来我们来开办 如果马力姐觉得OK 我们来开办这样的亲子 不管是亲子 或是上下之间的一个 对谈工作室 或者是一堆课程的 一堆人的工作方 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李老师 这个idea很好 我们现在是2024年 第一天 农历过完年 才是真正的新的一年 第一天上班 我们特别做这个节目 也是希望说 2024年或展望未来 大家都是人才的危机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 你有兴趣 跟哈佛商业评论 还有我们李老师 来合作 开这个世代工作坊 那事实上 请你留言给我们 或打电话进来给我们 我们在Parket下面的说明栏 以及YouTube下面的说明栏 都会附上我们的连结 而且欢迎各位听众 如果你的公司 甚至你家庭 亲子 需要这个互动沟通的 我们都可以来安排 这样的Workshop来进行 真的爸妈跟主管都要放下身段 我碰到越来越多 在高阶 白天 高处不生寒 那到了晚上 就容易受到风寒 然后内心 空虚寂寞 觉得冷 真的不要这样 我觉得真的白天晚上 我们还是要努力幸福一点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这个何全老师 来客座主持人 也谢谢我们的小猫咪 他今天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因为他怕有人会在下面 酸我们 酸他 我跟何全老师就酸 所以要保护他 所以我希望我们年轻人 也这样讲 因为被蒸发 要理智一点 要理智一点 是真的 这是我们的 知道越来越了解 用我们的价值观来讲 会被讨伐 我们会被讨伐 我会被讨伐 不过就是表示说 我们的新世代也害怕被讨伐 表示说 其实我们的网友 有时候要理性一点 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你希望我们开放吗 你也要开放 对 真的 你希望长辈开放 主管开放 你们自己的心胸也要开放 这样才有办法对等讨论 不然就是要求我们开放 你们自己不开放 只要听得一言不合 就帮你这个讨伐 这个网络 这个霸凌 这个绝对不允许 也不能叫不允许 不被鼓 希望不要发声 那我们再一次 谢谢李和全老师 还有我们猫时代代表 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祝你2024年 有好的开始 感谢 好 谢谢马力姐 谢谢小猫名 也谢谢在座 祝大家龙年喜大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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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